肺癌它就是源发于肺部的热性肿瘤 它又分为两大部分 非小续胞肺癌和小续胞肺癌 非小续胞肺癌它包括了 磷癌 腺癌 还有大续胞癌等等 所以我们病人朋友们可能会听到 某某人得的是磷癌或者是腺癌 那么这部分病人它就是非小续胞肺癌 那么非小续胞肺癌和小续胞肺癌 它们除了病理类型上的区别以外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预后 还有后续的治疗方案都有很大的不同 肝功能不好的患者9M会升高 那么9M升高在正常上限2.5倍以内 我们可以口服保肝药物 继续进行抗肿瘤的治疗 包括17RTKI或者是科组体尼或者是化疗 但是如果转胞肺升高在正常 指高线的2.5倍之上 这时我们需要暂停抗肿瘤治疗 先进行保肝治疗 等到转胞肺降低之后 再恢复抗肿瘤治疗 如果是肝脏有转移的患者 这个肝脏有转移的患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适合